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道有一个观点 我想让他给我们再复收一下 因为我们那天就讲到 我记得那天只懂我们提到国家利益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择手段的来追求国家利益 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但这时候也需要界定到底什么叫国家利益 你国家利益不是运动场上面的国家利益 我觉得就我们可以粗糙的分成对内对外 对外当然是我们讲牌印的多 或全世界关注我们 那么我们很有面子 养我国威这是个国家利益 对内呢这是种自我感觉 就我觉得中国过去几十年呢 都需要透过奥运金牌 你知道我们对金牌多痴迷吗 对不对 一个运动员拿不到金牌 我们不叫夺赢 就像那样我们叫失金 对 就好像金本来就该胜利的一样 然后呢我们很痴迷金牌 然后我们觉得金牌拿不拿得到 拿得多不多 说明了就我们自己的感觉 就会好像良好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中国也到了一个时候 就是我们还在乎这种国家声誉 对内对外的这种实质的含金量 你什么叫含金量呢 比如说有一天我们中国运动员 无论在哪里 人家都觉得我们的运动员很正直 很诚实 我们同手无期 但是我们一样拿金牌 或者就算拿不到那么多金牌 但是我们外面尊重我们 而且我们自己也感觉 你把那种对自己的诚实的要求 内在化 你会有自尊心的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做工厂 有些工厂 有些工工匠 他瞎胡闹 弄些假货 赐货 他就能赚大钱 做大了 那很好 有些匠人 他很骄傲 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老老实实 这么干 然后干到最后 他没做到 但是他一样有很大的自我满足感 他为这个感到很骄傲 我们现在要哪一种 因为回想起来 过去中国的确在运动员上面 就算不说尽要 我们有很多别的争议 包括年龄 运动员年龄 这个国内很多媒体 连官方媒体都报道过 我们的足球员 我们的篮球员 有许多年龄造假的问题 从前 然后包括提招运动员 那么这些事老被人质疑 那么所以加总起来 就我们的这个金牌数目多 外国要是遇到像霍顿那样的 不坏心眼的人 或者一些本来就瞧中国不顺眼的媒体 他就会拿这个来说事 所以你们金牌数目是多 但你们这个金牌 就有点像以前西方国家 质疑东德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那样子对我们 就人家 就我们面子不一定拿得到 我们理着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就是这种偏见 有时候来自于成见 对吧 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做的事情 可能今天人家看到你 人家还是会那么看 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里 有时候会碰到这种问题 就说你怎么办呢 去解释 去辩解 去反击 还是说呢 深正不怕影子邪 我只要坚持走正道 我终有一天你们会改观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你看 你不过我再举个例子 你像这一次奥运 我们都在关注中国金牌 中国运动员 其实有一些国际上 媒体很关注的一些事在发生 它说明的这个运动的利益 有时候是大于国家的 你比如说前天还昨天 不是韩国的体操选手 跟一个朝鲜的体操选手 两个女孩子自拍 你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照片 全片全世界 两个女孩子抱在一起自拍 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那是朝鲜运动员 韩国运动员 他们在同一个竞技场上 然后两个女孩子 一起拿着手机在自拍 背后是一个萨德 很感人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 就是说在今天 这个国际局势底下 就奥运那个棋的白底是和平 就是这不就是一个 说明什么叫奥运 什么叫体育的 一个很好的典范 那你再说回中国这几天 我们最火的运动员 其实不是拿金牌的运动员 而是复员会 复员会 我觉得他完全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国家利益 这个国家利益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有一大批人 我们原来觉得体育可能就是这样 他不一定拿到金牌 但他让人快乐 复员会是快乐的 他觉得他出尽了洪荒之力 他就算只是拿到铜牌 他很高兴 他很满足 我们也跟他一样满足 我们也一样快乐 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利益 这个观点 这个是对举国体制的这种沉闷的气氛的一个挑战 一个反驳 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法模仿 你如果再来几个像他这样的 很难模仿 就很难模仿 对不对 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个 这是非常理想状态 就是什么是国家利益 我们常常把这个两者混淆 我最近发现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你一个大学里边 一个大学里边 我们假如说是反对大学校长 比方说大学校长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就反对 反对大学 正常情况下 大学校长是代表大学的 但是实际上反对大学校长 不等于反对这个大学 对 对吧 我北京大学的 我反对北京大学校长 可能我正在忠实于北京大学 所以同样这个道理 就是说金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 但是有时候 我不为你的金牌着想 我如果觉得这个方法不好 那可能更好是为了国家 这是很理想的 我觉得讲的通 但是客观实际呢 我又比较现实 因为我觉得 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金牌啊 它不仅是对外宣传国力 它更重要的是对内 对它是一个 如果说民族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啊 嗯 它是这个共同体想象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们不能老想着 它是新疆西藏 它是真正的这个民族信心的兴奋剂 对 它这个举国体制就是一种兴奋剂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这个位置 你除了地图 除了纪录片以外 在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场子里边 嗯 把它体现出来 嗯 所以 今天设想一下 我说句实在话啊 就是我不讲将来 几十年后怎么样 不知道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上一次拿了几十块金牌 对不对 北京拿了最多的金牌 这一次如果 当然不可能了 如果一下子变成只有几块了 要出事情 不至于吧 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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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出事情 老一辈领导 他会很愤怒 但是 老百姓会受不了 我也我也觉得不是 我觉得要看哪里的老百姓 什么年龄结成老百姓 我觉得今天80后到90后 乃至于00后 很多东西已经在改变 你别看一下 很多小粉红也都是90后 但另一方面 这小粉红也都是 一些很年轻 很开放 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会变了的人 就我们不再是那么的 就跟我们不太在乎GDP 要两位数字一样 就我觉得金牌数 或者金牌要拿多少 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讲 还有那么重要吗 我相信它重要 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一个事情 而且就是 我又看见一个微公号 上面就讲 说这个复原会 说其实咱们怎么理解呢 说他就是一个所谓二次元时代的人 你现在看出来了 九几年的90后的 说他这种语言 整个的这种表达方式 真的是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受到的教育 甚至包括那个宁 什么来着 宁泽涛 甚至你会感到 今天的年轻人 他有一部分是生活在传统的教育里 或者他在台上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 他讲的都是 他就那个范儿 那一套 那个范儿 但是呢 年轻人也有不一样的 现在还有另一个 就完全是二次元的 你比如说 什么叫洪荒之力啊 他们有人查 是电视剧 花千古 是吧 花千古 对 花千古里边那种台词 对吧 还要读千字文 我佩服了 对 然后呢 所以说他根本 他就不尿你那壶了 你知道吗 他根本不是你那个教育系统里的一种思维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很可惜 他给人的感觉 有了一个新的走向 其实呢 你家长 你注意一下 你家里十几岁的孩子 他平常就生活在这套语言系统里 只是这套语言系统跟你央视的语言系统平常不相关 嗯 复员会呢 就把这个两个不相关的东西 啪 给接通了 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对 所以我就觉得挺可爱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老有一种 就包括主持人都会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上得了台面 你比如我现在近些年 我越来越不愿意粉末登场 就是因为啊 所以说大点了 就越来越不爱 就是那种啊 装啊 就是但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 你 我就说我是狗又上不了台面 就是我待会我又得粉末登台 一登台就得装 你要不装呢 确实不合适 因为整个气场就是这样 比如就我原来跟你说 比如说这个选美 我就觉得 我说最虚伪的就是青年 因为中年人 我们这些老狐狸 我们懂得了 我们能够如何尽量不违背良心 但是在表面上也能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让领导难过 对吧 可是年轻人他不会应对 于是呢 他要上了舞台 他说的那个话呀 你听着就是怎么想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中国崛起 对吧 其实他们在后台 都是像复原会这样的 本大王 他们在后台都像复原会这样的 外面那些妖孽 我相信说不定这个复原会啊 他当时是有一个记者 拿着话筒对着他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相信没准 即便还是他 你让他站到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他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他不见得 就是说这是很可悲的 不不不 那天那个戏剧性场面很有意思 他说不知道他得奖吗 他要窝窝窝 后来人家说他得奖了吧 啊 我得奖了 然后他就 那这样说吧 我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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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本身复员会这么一个表现 使得他成了最红的奥运这个选手 本身这件事啊 也反映了我们见识的 怎么说呢 进步 我觉得说进步 因为 就是宽容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我觉得 我像复员会的这个表现呢 如果我是观众啊 我不会特别惊喜 因为我经常跟这些小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很自然 我们在北京的编导 对对对 我觉得很自然 你知道大家觉得经验呢 正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屏幕上 我们太少见到 感谢党 感谢中国 然后感谢我爸爸妈妈 我的奖金 对不起 我的奖金 哎 苏乐华就对不起啊 什么 他要是个美国运动员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美国人觉得 他这个表现多么的精识 是角俗 对吧 是很正常 就是本身就应该个性解放嘛 对吧 只是因为我们太少见到了 你没看到那个菲尔普斯 拿了21斤 20斤 嗯 就是他那个 那个蝶泳200以后的 那个 升美国国旗的那个那个场面 整个一个小戏剧 怎么样 他升美国国旗 他也真的很开心 因为 嗯 他另外两个牌都是集体的 对 这个是他唯一一个单独的 嗯 而他都差 0.04秒就被日本的新手 对 所以他拿到以后 他其实是很开心的 就是说我回来了啊 这么 嗯 第一 他站不住的 他晃 对 他就这么一直在那里晃 这个 在我们这里就要受批评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真很激动 没见过他 眼泪 就是快要夺眶而出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上面看到他的什么人了 嗯 然后他就笑了 嗯 就哈哈哈哈大笑了 国歌还没完 他就哈哈哈哈大笑了 这真是一场 一出戏剧啊 就真一个美国国歌的那个片段 那么我问你 他哭和他哭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为国家而哭吗 他当然是为他自己 为自己 他当然是为他自己 但是他们那个国家 他有这套逻辑 对 这个国家的骄傲 就是让每个人感到 你说的太好了 你像我在陈南青的书里 还看到过那么一句话吗 就好像说 哎 哪哪哪哪哪哪 哪个像毕加索 对吧 毕加索不需要感谢他的国家 反倒他的国家应该感谢他 嗯 是吧 是国家 他给国家 国家的骄傲 西班牙还要感谢毕加索 对 他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些运动员的 他的表态没有那么像 复原会那么夸张 但是也非常朴实 非常好 我举个例子 就陈洛林 嗯 他就拿了五个 五个金牌下来 他就是 他用非常朴实的态度 就说 我几乎撑不下去了 嗯 我就是已经熬不下去了 嗯 压力实在太大了 我终于走到这一个 我话很朴素 但是你完全理解到他 他不是一下子 他拿了多少金牌 而且跳水这种项目 不像别的地方 你是冲冲看啊 那些是你是 不可思的 这是国家利益啊 对不对 所以压力是非常大 而且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啊 就我常常看见运动员 说我发现 我们很容易忘了一点 他们都是小孩 就小年轻 你哪怕就算是孙养 就 从当年流降到现在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年轻孩子 然后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给他很多的压力 他还多了一种压力 就刚才说上了台面 该怎么样的压力 然后把他当成一个社会楷模 社会模范 你挣广告费了 你做代言 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说到底 他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甚至不到二十 有很多十几岁 所以像孙养 像那天我们谈 我就说他哭 他不该哭嘛 他就是个年轻 他受那么大的压力 他常常说错话 孙养有时候被人批评 在我看来 我是完全能够 我就像不说 不说能接受 我完全能理解 因为他就是那么年轻 他就是个小孩 他就是会犯错 他就是在那么巨大的压力底下 不能够错一步的 那么样的活着 然后他会哭 他会怎么样 就是如此 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还是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社会气氛 本来有一本 防龙的那个书 叫宽容 你记得吗 这本书流行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 我们像中国人 像这个梦中醒来 开始启蒙一样 其实那个时候 反倒是 大家比较讲究宽容 人都对一切都很 就是至少倡导这个东西 倡导这个不同于自己的 对他的容忍和包容 可是讲实在话 我就现在感觉到 不大宽容了 这个我所讲的 还不是上层建筑 我所讲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不该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今天有了互联网 但是你知道吗 你有的时候 你不能责怪网民 可是网民 假如是加起来 是一个人的话 我认为这个人 在我心里 我觉得是一个 不大好打交道的人 就是太不宽容 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什么 都很容易的去骂呀 而且用过度打击的方式 去惩罚别人 但是有一个悄悄的变化 以前不宽容啊 是大家是站在 所谓国家利益的角度 就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 你哇 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 紧要关头 你看你使得我们这个国家 荣誉受损失 可是这些年来又有力 这个东西还存在 可是另外有一个力量 在网民当中 对运动员很大的压力 是什么 你这么出名了 你做了多少广告啊 你拿了多少好处啊 你平常是 全是我们的偶像啊 可是你到紧要关头上去 你不该说 徐老师 你正好接上 这个两个东西的交错 你正好接上我的茬了 就是我下面就是想说 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很困惑 网民 他不是一个人 问题是 但是他在我的印象上 像是一个人一样 他是一个统一的意识 有好像集体情绪 对 我有时候觉得 我不能够责怪任何人 为什么呢 你说 他们心里有一种啊 咱们说宽容 感觉是混的好的 去宽容这个 混的不好的 好像不能反过来 你不能去要求 混的不好的 去宽容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就说 你不能去 有个明星啊 你好像我们很容易说 怎么这个观众 这么不宽容 可是也确实是 我有时候觉得 这理该怎么说 你挣得多 你名气大 你更加有力 你怎么去祈求 比你混的不如的 普通民众的宽容 这好像又觉得 咱们对他们的苛刻 应该抱以忍耐和宽容 我就说 这问题 不是啊 不对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界限 是不论这个人 跟你混的好 还是混的不好 是没关系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算见到李嘉诚 见到许家印 他是一个 比我们挣钱 挣得多得多的人 也不见得 因此我对他的 某些要求 就要高很多 比如说 你跟人打招呼 该怎么打 你小便 该更准确一点 我说没有 不会的 他就是 有些对人的要求 应该是对人人的要求 是一致的 但是 如果你买了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 的确盖得很大问题 超过那个底线 是跌到底线 而这个房子 是他的名 你是相信他的 那你会不会抱怨 当然会啊 但是这个抱怨不一样 这个抱怨 我会抱怨 是我作为你的消费者 我买了你的东西之后 我发现你的东西不行 于是我就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 来质疑你 挑战你 但是我不会说 你这个人 没有人格底线 你这个下流的东西 你滚到一边去 我不会做这种人格 谋杀跟伤害 这是两码事 不会用这些话 但是这个不满的理由啊 我刚才讲 一个理由从国家层面 另外一个从消费者的层面 现在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 就是说不要就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 我们这个票很贵 我们花了一千块去买 但是到了里边 那个歌星 他因为我们不能原谅的原因 很麻糊 时间很短 或者什么假唱等等 那你这个时候就至少发虚声啊 不满意啊 偶像剥业 这个很 这个很 现在就是 现在对于运动员的压力 其实是两个都在存在 OK 那就变成另一个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消费者 有没有权抱怨 消费者当然有权抱怨 问题就来了 假如今天孙杨 带上一个广告 那么他带上了广告产品 骂他的这些人都买了吗 就假如说 我真的是你消费者 我就是信了你孙杨 我就看人家 然后你现在表现这么烂 你让我太失望 我亏我还买你代言的产品呢 我觉得OK 你可以抱怨一下 因为你 我就是看了你孙杨代言广告 我买这东西 但是假如 不是 我现在我怀疑 是不是所有这些 天天在骂这些民运的人 都是他们代言产品的消费者呢 不是 再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孙杨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 我可以让孙杨负责任 我可以骂他 但是我是不是因为孙杨 做了广告 挣了钱 我就可以说 孙杨 你怎么找了两个女朋友 我实际上说 我就可以在心里面 这是两码事啊 去骂他呢 这就我刚才说的 有些人跟人的 很多的界限 基本上要清楚 就我没有 比如说我买了李嘉诚房子 我发现不行 尝试你盖的什么烂楼 我骂他 但是我不能够质疑说 你怎么 你当年你跟你太太 那事是怎么回事 这是两码事 李泽凯的那个孩子 是怎么回事 他让我很不爽 你这个好像一片 打哪去了是吧 枪枪三元形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我们这个枪枪跑停 跑不停啊 很吻合人民群众的兴趣 你看看奥运会 我觉得基本上 主要是跑跑停 拿了几百 如果没有这些赛后采访 没有这些相骂相杀 就没有可聊的 没有戏剧了 对 所以连这个复原会 你也可以发现 他一跑停 咱长知识 你知道 这个这个 现在大家在媒体上都聊 这我一时是洪荒之力 好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 洪荒 是指地球形成以后的早期状态 一切都在混沌蒙昧之中 那时候地窍很薄 地震贫乏 温度极高 造山运动引发多次大洪水 怎么着 这个可见洪荒之力 确实很强大 什么 我游得有这么快吗 好 CCTV的news 你看 这用英语 徐老师给咱们翻翻英语 就是画框起来的 他那个是叫做Prehistorical powers 就是史前的力量 史前的力量 来 再往下看 好 查出根据了 天地玄化 宇宙洪荒 对 你说 洪荒确实是史前有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看体育比赛啊 原来传统的球迷啊 现在发展成粉丝 我最近就发现一个 比方说一个孙杨 一个宁泽涛吧 我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我昨天这个看宁泽涛的两个逸选 结果 我半夜看的时候没人注意啊 结果他差一点都没通过到半决赛 最后半决赛的确没通过到决赛 我以为这个他的粉丝们会很伤心 原来他们一点不伤心 他们超样支持 就是说啊 很不容易啊 这个帅哥啊 国民老公什么什么 就是说真的是两种 像你看孙杨这种啊 是 你好我们捧你 崇拜你 但你一旦不行 就像以前刘翔这样 一旦不行 哇那个失望啊 这个上来骂啊什么 孙杨要是一个金牌都拿不到 这次比方三个 人家会把他骂死 但是像令泽涛这种倒蛮好的 你不管你怎么表现 那后来有人分析说 你放心吧 很多人支持他的根本搞不清楚哪四种泳资 对 没错 就是孙老师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啊 我我怎么觉得我没有这种粉丝心态 或者说我甚至现在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有点病 就是啊 我我有时候觉得我内心是不是非常冷酷的 因为今天时髦的叫爱屋即屋 你看今天都是爱上的人 对吧 成绩非常好 但是说话也说的好 很可爱 粉丝们就爱上这个人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没有这 我对人毫无兴趣 真的就是一个运动员啊 我甚至就看他那个这十秒 就像那个宁泽涛 我头一次看到他 他们给我放那个视频在游泳池里 他游风了 我觉得哎 我觉得我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巅峰的这个高精尖 至于说完了 这个人呢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很冷漠 就我对运动员就是这个兴趣 我对这个人完全不感兴趣 我就对他在某种状况下的那个 那个巅峰啊 体能到巅峰的那一刻 因为你是 我先想这个 你是弯的嘛 你不是直的嘛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清楚 其实你欣赏那十秒也不是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之所以能有那十秒就很决定于他平常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怎么样要求自己 他怎么样生活 他怎么样来锻炼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运动员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体的改造 就像你看我跟你们不同 我看足球赛啊 我的立场都不太明确 我就看那个最牛的 那带球哗过来进球了 我就享受 敌方队员这么来一下 我也享受 我好像只是爱看最好的 不管他是哪一波 进入不到 最高